請問我請問這個 我的大姑娘 她不只是在屏東縣的名醫 她更是到日本行醫 甚至於表明的海外 她不只是照顧著我們 而且照顧了我們家 包括像我們的家的孩子 帶下一半 所以我 為什麼一直到今天對醫師這麼尊敬 我對醫師這個行業這麼重視 而這一次武漢威延疫情 當全世界已經有一億多人確診 有兩百七十幾萬死亡 台灣卻能不用鎖國 不用封城 卻能這麼樣的平安 則要感謝一代一代台灣的醫護人員 在全國各地豐富貧賤 敬業 專業 又優良 照顧著全國的民眾 作為全國最高行政機關的所長 我要深深的鞠躬盡力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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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位珍 tact 各位 谢谢观看